第211章,综合部,干饭组。干饭六人组又霸占了那张桌子,这是很久都没出现的画面了,韩千出事后,前晚就一直没有过来上班,听说韩千出院后采的公司,苏亮因为担心韩千也没什么胃口,李九龙看着杨岚愁眉苦脸的样子也没食欲。 今天所有的不愉快都已经过去了,韩千回来了,大强拿着饭卡大呼请客,不用客气,随便点,别的不说,今天开心,必须给亮哥买个鸡腿,苏亮见兮兮地笑道。 谢小姑奶奶的赏赐呢,买饭去,前晚撇嘴道,你脑袋也没受伤戴什么帽子,苏亮同样撇嘴,你管我。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午饭,大家伙也没客气,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大口朵仪,饭吃到一半的时候,压力姑娘来了,看着一桌子的午饭,小声问能不能蹭个午饭。 大家伙自然是欢迎的,压力姑娘落座后,在口袋拿出一个小巧的平安福地给韩千,轻声笑道。 韩少别嫌弃,听亮哥说你出事后我就跑去寺庙求了一个,或许这个平安福没多大的用处,我更希望他能保佑韩少平平安安。 韩千伸出手接过平安福,笑道,这原本应该是用双手去接的,我这情况也不允许压力啊。 早上来上班的时候,心里还不安呢,看到你这个平安福的时候瞬间就心安了呢,我得珍藏起来。 嗯,杉杉你看看能把这个挂在我的手机上吗? 毕竟是弟妹送的嘛,哎呀,你看我这嘴,你们俩现在什么程度了? 肉,切儿哥换手机了,那个古董呢? 房杉杉俏皮地开着玩笑,同时也把韩千的手机小心翼翼地接过,或许这个手机不贵,但他们都知道,对韩千来说,换手机不比买车的事小多少,随后也好奇地看着苏亮和李莉。 苏亮抬起头对着韩千嘿嘿笑道,原本准备过了中秋节就去领证的,这不你出事了,我们俩也没这个心思,媳妇,你别掐我啊。 不只是韩千,在座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,都已经这样了吗?都开始叫媳妇和计算领证的日子了吗? 小杨家最先回神,小声道,莉莉,你还是在考虑考虑吧,为了不让你掉进火坑里面,我有义务提醒你,苏亮这个家伙虽然不太靠谱,但只要鞭子挥得很,没有打不回来的倔虑。 刘九龙认真点头,此言有礼,你们俩结婚的时候,我一定送你一个鞭子,钢筋的那种。 大奇尔紧接道,我送你一个墨盘吧,驴子不拉抹没用了就。 李莉的眼睛已经迷成了月眼,她对苏亮是认真的,同时去给韩千求平安符也是在告诉苏亮她的意思。 在寺庙里,苏亮这个家伙跪在大雄宝殿对着佛祖呐喊发誓,闹得她成为了主角,鸭狸姑娘也被感动。 至于领证当部的真,李莉不能冲动,但如果苏亮坚持领证,她不会拒绝,可以不要房子,车子她有,至于彩礼,象征性的吉利数字就好,鸭狸姑娘心里的彩礼是9991。 一,不多不少,就是这个数字。彩礼只是想告诉苏亮,她不是倒贴的。 大家说说闹闹,韩千看着苏亮低声道,你确定这次不像以前一样? 我可不想你结婚后,我还拉着你满大街的跑。 苏亮对着韩千点了点头,笑道,认真的。 话落苏亮取下帽子,她的长发不见了,现在是和韩千以前一样的寸头。 嗯,韩千身子后,仰瞪大了眼睛惊恐道,这哪儿特么来的和尚啊? 苏亮撇嘴讥讽道,你和我有多大的区别?你这么说我不和你讲。 话落俩人低头干饭,韩千第一次用了叉子出面,左手用筷子,她还没这个能耐, 这顿饭是韩千出事后吃得最舒服,也是最开心的一次,不知不觉中,她已经喜欢上了这种生活。 活着真好,嗯,离婚也算挺好吧,这话肯定不能让温暖听到,估计现在这姑娘还在骂她呢。 此时的温暖捂着脑袋,看着面前的咖啡有些头疼,纠结了很久还是让秘书换了一杯牛奶,都怪韩千。 愣是说咖啡这玩意不如牛奶有营养,硬生生地就把温暖喝咖啡的习惯被改过来了,还得怪韩千,要不是她昨天晚上不睡觉,现在也不至于头疼。 这家伙是被冯伦的一枪给打通了人多二脉。 办公室的门再一次被推开,温暖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,疲惫地开口道。 放在桌上就行了,一会你下去通知一下门位,只要是我的信件和快递第一时间送过来,不用敲门。 话落许久发现牛奶还没有放下,温暖皱眉抬起头,发现站在办公室的不是秘书,而是林总恒温暖皱起眉头沉声道。 总裁找我有事,称呼已经从林总变成了总裁,林总恒身吸了一口气,放下手里的咖啡,轻柔开口。 小暖,晚会时出后你就一直没有来上班,我很担心你,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不好,还是喝一点咖啡提提神吧。 温暖看着刚才被秘书端走的咖啡被林总横端了回来,眉头皱得更紧了,拿起电话打给秘书,冰冷道。 扣除你这个月的所有工资,如果不满意就去劳务局、工商局所有你想的地方去告我,想辞职我马上给你发工资。 小秘书吓得只敢说没意见,是应该的。 放下电话,温暖抬起头轻声道。 多谢总裁担心了,我现在的确很疲惫。 另外,我老公不允许我再喝咖啡了。 林总恒不死心地开口道。 小暖,其实在晚会我想去救你的,只是寒谦的出现让我没有机会。 林总恒,咱们都不是小孩子,不再是用嘴巴去谈关心、关爱和保护的年纪了。 你为了你的生命安全,你没有来救我是应该。 如果你救了我,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和我老公解释咱们的关系。 最起码,我现在可以很直白地告诉我老公,咱们以前是朋友,现在只是同事而已。 林总恒的面色变得猙獰,双眼渐渐泛红,咬牙道。 温暖,我哪里不如那个韩谦? 你说过,你和他结婚只是假的,你要等我回来的。 温暖面色淡漠地看着林总恒,冰冷道。 对,我和韩谦以前的结婚是假的,我是说等你回来,但我没有告诉你我等你回来做什么。 我现在可以很直白地告诉你,我是等着你回来参加我和韩谦的婚礼仪式。 我喜欢韩谦,我爱我老公,我老公也爱我,他会为了在十几把枪对准他的情况下去,打晕一个拽了我头发的歹徒。 我的男人不是那种换了衣服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家伙。 温暖直白的话让林总恒彻底死心了,他走上前一步,这时候温暖办公室的门被推开,于是此踩着一双高跟鞋走进办公室,也语笑道。 林总的膝盖可还好,冯伦怎么也有一百二三十斤的重量吧,拖着他走了一个晚上,换作是谁都受不了,不得不说啊。 林总您的体力真好。 于是此更是直白,林纵横的面子彻底却被两个女人所毁,将手里的咖啡摔在了墙上,转身离开。 他离开后,温暖捂着头叹了口气,再一次拿起电话打给秘书。 如果以后你再敢把我的东西交给林纵横,你同时就准备一份辞职报告给我,我的秘书不是林纵横的奸行。 于是辞轻声问道,不辞退。 温暖双手撑着头无力道, 我这人有个毛病,会习惯,用久了就不想换了,男人也是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搜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